2019年是稳定了我们的财务过后 2020年现在就是要解决 人民主要的挑战问题 也就是经济的发展 当然我们的稳定经济没那么简单 今天我们财政部长已经宣布了 需要三年的时间 才能够康复我们的经济状况 但是我们要开始准备 我们未来的增长机会 所以2020年的财政一创案 我们就要必须考量 我们有什么措施 什么政策能够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 在我们考量之间呢 我们就参考一下 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历史 什么时候马来西亚增长最快的时候 80年代为90年代头 当时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是超越了9% 从1988年到1989年 我们的增长率是大概平均9.3% 2000年过后 也就是亚洲经济风波过后呢 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跌成平均只是5.1% 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我们的经济能够增长那么快 然后过后我们的经济却还不错 5.1%国际的标准来讲还很好 很多国家都很羡慕我们的5.0%的经济增长率 但跟我们以前比较起来差了很多 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呢? 分析了过后主要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 但主要的原因是外商投资 80年代为那个时候呢 那些美国的日本的外商投资 冲着进来马来西亚投资 Intel、HP、Seagate、AMD、Western Digital、Sony、Sanyo、Mitsumi、National 一大腿都来到马来西亚投资 带动了我们经济 也增加了我们本地中小型企业的增长力跟生产力 所以带动了我们经济 增加了我们的增长能力增加到9.3% 然后过后就满下来了 大家也听到了有一个时期 好像我们的外商投资已经满下来了 或者一些本地的外商投资搬去其他国家 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政府不注重 在这些高科技的外商制造业的投资 他们可能转方向转去服务业 那个是一部分 但主要原因为什么我们的投资慢下来呢? 就是因为过了2000年过后 中国开放 当中国一开放 全球的这些外商投资 都集中火力进中国 中国变成全球的工厂 当时每个人都投资在中国 因为中国市场最大 中国工人也最多 中国的增长能力也是最高 所以其他的国家就慢下来了 我们的增长率有5% 也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往年的增长率 往年的投资带了给我们一些利益受益 让我们继续能够在5%左右的增长率 所以当我们考量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一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的情况我们挑战很高 为什么呢? 我们都面对到这个中国、美国的国际贸易战 我们要找办法如何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在国际贸易战 中国对美国打仗的时候 我们要有什么机会吗? 每天都来给我买我的货品 我干嘛需要出国?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 美国要把一些投资的资金放在其他国家 中国公司要开始国际化 找其他国家来投资 出产他们的产品 然后另出国给西方国家 美国也好、欧洲也好 所以我们看到在2018年的时候 跟2019年今年上半年 已经看到一些投资被转到其他国家的效应 例如在这里你看到这个表 这个表表是什么? 在2017年 我们的外商投资是5444亿 受批准的外商投资 在这一部分以内呢 216亿是制造业的 在2018年 虽然刚刚做政府 还没有下到真正很大的功夫 但是受批准的外商投资 也增加到801亿 也就是增加了接近50% 然后制造业呢 增加了接近三倍 增加到580亿亿亿 然后今年上半年 我们的受批准的外商投资 已经高达495亿 也跟去年上半年 增加了一倍 所以表示说 国际的投资转向 是真的 所以我们要趁这个黄金机会 知道是这种机会也 也是短期的 两年三年的时间 也是很难来到 只有一次的这种机会 要趁着这个机会 努力吸引这些美国公司 把他们的投资转到马来西亚 也要努力吸引这些中国公司 国际化的时候 选择马来西亚 为他们的主要中心 然后马来西亚的条件是其实非常好的 我们不只语言方便 我们也当然 英文方面呢 跟西方沟通非常流利 然后我们的市场 已经算是一个高际化的市场 我们的厂家都是在这里很久了 美国公司都在马来西亚很久了 所以我们相信马来西亚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选择 给他们国际化 在2020的产生亦算案 如果有收听部长的支持的时候 这一方面是他其中第一个措施 也就是设立一个新的特别管道 给在中国的公司 认识马来西亚 来到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投资 我们相信我们目前所看到的 来自中国来自美国的 转向的这些投资呢 只是一个开始的起步 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两三年 能够吸引更多投资 来到马来西亚 扩大我们的经济产能 当国际经济一有扭转变好的时候 我们的增长力的方向 就会比以前来的还要好 我们相信经济增长都有4.5%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吸引 这些外商投资进来马来西亚 带动我们整个马来西亚的经济 请马来西亚的工人 给更高的薪金 增加我们的中小型企业的能力 等等 我们的增长力能够超越6%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标